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中华民族传统武术中的重要权种之一 与太极权 行义权等同称为内加权 权挂八卦权及内八卦前字门 乃八卦权中更有其独特风格的主要流派 前卦八卦权是八卦权始祖董海川 在创立和传播以传掌为核心的八卦权戏的过程中 在清宫中历传的绝技 董海川第一高祖乃八卦权宗师尹芙为正宗八卦权第一代传人 前卦八卦权大师龚宝田 六年拜尹芙为师 后接替尹芙任清宫大内总管 在宫中又得前卦八卦权真传 为此全系的第二代宗师 后来被张作霖聘聘为东三省武术总裁兼三军总教练 是不可多得的一代武术大师 前卦八卦权第三代宗师孙汝文 山东穆平县人 十二岁由其父亲公宝田至家中学艺九载 深得前卦八卦权真传 并由师成为此全系第三代掌门 五十年代在大运开设武馆 立志将此全系传于后世 前卦八卦权的主要特点 以先天为内 以后天为形 大圈含小圈 小圈悬大圈 幻视面向内 走转翻身形 荣桂一一礼 独练应经历 内动不见形 穿错体螺旋 前手对心斗 后手护心口 脚形如汤泥 扣摆踏人入 先天乾坤路 连环定八盘 前卦八卦权是以易经理论为基础的全系 不仅有掌法 而且有锤法 腿法 直法 又有刀 剑 阴阳 判官笔 子武鸳鸯月等器械 而前卦八卦掌 则是融会一翼锁链之功法 是八卦权中一种最高阶段的形状 是八卦权系的基础与核心 中华八卦功夫馆台联总管馆长兼总教练黄志成 随先师孙汝文习武三十余载 滋滋以求苦修不殆 从外形内修到真气运行 从招法批解到一礼融会 借由先师一一点授 并由师成为前卦八卦权第四代掌门 1988年代表辽宁省武术队参加全国武术观摩大会 获八卦权金牌奖 现任武术一级裁判 辽宁省武术整理小组成员 大连市武术协会委员 为了弘扬中华武术的优良传统 黄志成与其在台湾的师兄携手共举 成立了中华八卦功夫馆 在各级领导支持下 为发展武术事业 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目前在功夫馆学习的 有青少年成年 以及外国友人等等 中国武当拳法研究会主席 渝州紫剑武术馆馆长 国际气功研究会首席顾问 当代八卦拳宗师 97岁高龄的吕紫剑先生 对于前卦八卦拳系的整理发表 给予了亲戚的关怀和指导 降水关道长著名气功大师张子祥 对该拳系的整理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本篇主要对前卦八卦拳系的核心部分 前卦巴掌进行系统传授 前卦八卦掌基本掌型有八种 羊掌 阴掌 树掌 P掌 辽掌 条掌 岸掌 岸掌 悬掌 前卦八卦掌步行也有八种 内八字步 错综八字步 冰字步 人字步 鹿字步 鹿字步 蛇形步 虎形步 虚点步 前卦八卦掌 行装基本步 有八种 湯尼步 平起平落 足心寒空 五指抓地 颜怀骨内侧 颜怀骨内侧 磨精而行 五指抓地 青红 汤泥 碳式 汤泥步 与前式基本相同 行走特点是 前卦碳形 后卦灯 鸡形步 鸡形步 一足平起于小腿之间 颜内侧而行 平起平落 足心寒空 五指抓地 如同鸡形 鸡灯步 起落 起落与鸡形步 基本相同 行走特点是 前卦落地前 后卦灯 行进幅度大 鹤形步 一足提起 摩西而行 足心寒空 五指抓地 如同鹤形 鹤灯步 起落与鹤形步 基本相同 主要特点是 前卦落地前 后卦灯行 挖形步 一足前行时 五指爬地提起 沿另一小腿 中部内侧挖形 推车步 两膝微扣 两足平行向前 行红推独轮车 前卦八卦掌 行装操工法 主要有八种 纵使装法 上体中正 百会顶天 前行取汤泥布 第八步扣成钉字布回形 此装法 此装法为初恋最基本装法 七星装法 上体中正 百会顶天 按七星方位 三步一扣 扣成入字布或人字布 到第七点 扣转复行 按对应点回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阴阳于世装法 上体中正百会顶天 先反时针后顺时针 按S型线路行走 对应成八字形 后错综八字步 八方装法 上体中正百会顶天 沿四正思域方位行走 起平落寇 先反时针再顺时针 此为八卦基本形装法 下踏掌幻视 下踏掌为行装第一掌势 上镜下动掌心向下 双掌上挑 虎口对大腿外侧 双臂自然弯曲 幻视时以腰为轴 扣成内钉字步转体 以腰带步转换辨视 周而复矢 下踏视换前三连视 两掌托起 两掌托起 以腰为轴 前手转掌动踏成竖掌 指尖齐眉 后手翻转轴下 成阴掌 此为前三连视 单换时 扣步转体 上手转红窝穿 后手席上伸出 旋转成竖掌 左右互换 左右互换 双幻视 扣步转体 以腰带掌 双掌转红 旋转成前三连视 扣步转体 阴阴阳发发装 又称基础三八式 是发化形气功的一种 酒链发发装 能达到疏空经络 调整正气 土骨纳心 身见不灵 随意身躯 攻防有树之目的 是搏击 强身 保健 医病 养生 延年的 最基本 最科学 最安全 不出任何偏差的 基础气功术 是古代 土纳导引 体疗 防身 健体之精华 是适合人间任何人 不论男女老幼 高矮胖瘦 体强体弱者的 上层锻炼之内功装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